那我们说完了难题,说完了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下阅卷的技巧 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法律的修改,我们阅卷的阶段前置了 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阅卷 而现在的这个刑事辩护理念呢,也要求我们把辩护工作前置 而不是说只要等到法院到了,只要等到案件到了法庭审理阶段才开始辩护 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就要积极的开展辩护工作 包括向承办的检察官递交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辩护意见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难题 就是啊,现在的案卷的数量啊,是越来越多 十几本的卷宗量,对于一个案件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了 几十本的比比皆是,如果遇到涉黑涉恶的案件 那么上百本,几百本,也不新鲜 所以呢,对于我们律师的月卷来讲 如何在有效的诉讼办案期限内 能够把大量的卷宗又快又好的 把它给越好,完成我们的月卷工作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 当然也揭示了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月卷技巧的问题 就是如何越快又好 既保证效率又保证质量,完成我们的月卷工作 徐英律师呢,是从我们事务所的田文昌老师 然后呢,并且呢,和田文昌老师呢 承办了很多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大安全量的案件,对于徐英律师来讲,一点也不陌生 我相信呢,徐律师在承办这些案件的过程中 对于如何提高月卷效率,有着自己非常好的一些心得体会 那么徐律师,请您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经验吧 这个,对孙律师一下夸得我有点懵了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只能说是我自己在这十几年的职业经历过程当中 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吧 我觉得把我自己走过的这些弯路说出来 能够给同行更好的这个借鉴的意义 就我在这个地方摔过跤了 大家就不要再到这儿去再办一跤了 这个,说到这个如何在短时间内去月卷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面临着很多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必须要吐一吐槽 是在年前的时候我这个有一个案子,涉黑的案件在外地的 那么当时候是将近三百本券 这个案子到了检察院以后 检察院花了两周的时间加班加点 他们才把全部的案件材料扫描刻录成光盘 然后两周之后通知我们律师去月卷拿光盘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拿到了光盘之后 又过了两周的时间 一个月的审查起诉期限届满了 没有延期,没有退针 直接移送法院起诉 到了法院十来天的时间开庭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扫描仪机器用了整整两周的时间 才扫描完这个将近三百本的案件 却要求我们律师在三周多的时间内 要肉眼去把这些这个案件去月完 然后还要做月卷笔录 还要形成治证意见 还要形成辩护意见 说实话 如果说是正常的去月这些卷的话 就是这个三个礼拜不睡觉 可能也很难把所有的案件全部看一遍 那么更别说我们要把它归类整理 然后了然以兇 但是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 不谦虚地说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案件内容全熟悉了 因为我们是一告和二告 我们要把所有的案件都看 那么当然这其中有团队的合作的 这个积极的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时候 在月卷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对应的策略 比如说这个第一 首先你月卷之前 你先去见一下你的当事人 你不要着急卷拿来了就看 听听你当事人的辩解 我认为当事人本人的辩解 是律师月卷的一个重要的指引 比如说针对某企共同犯罪 对吧 当事人辩解说 同案犯故意伤害他人致死这个行为 他并不知情 他没有参与具体的实行行为 在去打架的时候呢 这个打人的人曾经给他打过电话 告诉他说 我要去打架了 他说你先不要去 等我回来再处理 结果呢 这个人没有听他的 然后去打架 把人捅伤自死了 那么在这样的案件当中 你去月卷的时候 你可能对于这个实行行为的关注就要少一些 具体是怎么打架的 怎么把人捅死的 就不太重要了 你要关注的是他当时在不在现场 他在哪里 他和这个实施伤害的这个人有没有通过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使你的这个月卷更有针对性 就能够大大的提高月卷效率 第二一点呢 就是月卷之前 你好好的研究一下起诉书 我们看我们的年轻的律师 包括我自己 这个案件拿到了手之后 迫不及待的就要去看案件的内容 去看看被告人本人怎么说的 证人怎么说的 有什么样的书证物证 但是你连起诉书都没有看 起诉书到底指控了什么事实 你都不知道 特别是多起事实的情况 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非常激动的把案件看完了 然后某一起事实 我很激动的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 可以脱罪的重要的变点 然后最后拿起起诉书来一看的时候 起诉书根本就没有指控这起事实 你说这是不是无用功 其实也 这个真的是属于挺低级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我们律师在月卷之前 好好的花点时间 哪怕多花点时间 来研究起诉书 这个关于起诉书怎么去研究的这个问题 很多的这个 培训的书啊材料里头都有具体的这个阐述了 我在这里就不再细展开 我就提示大家有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起诉书里头 通常都有一个复注的部分 就是在最最后的这个部分 一个复注 就随案移送了多少证据材料 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因为我在实践当中就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案子 就是随案移送了就是大概比如说是251本案卷吧 但是我直到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 这251本案卷我还没有看权 所以如果你没有关注到这个数字的话 没有去进行详细的核对的话 那么在停前或者开庭的时候 你没有向法院提出来 就是律师的一个重大的失职 那么第三一点呢 就是这个律师月券的话 我们怎么提高效率 我觉得可以有倾向性的这个抓大放小 抓阻放次 这个是我指的是在我们的时间 确实是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有倾向性的先去看 这个争议比较大的 然后量刑情节比较重的 这种重罪的案件 然后相对的呢 对于那些没有争议的 情节比较轻的这些事实 把它稍微往后放一放 那么我想具体的再说一下呢 就是关于现在我们因为遇到的都比较多嘛 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那么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这一类的这个组织犯罪呢 我的建议是我们在月券的时候 我们先去月个案 然后再去月组织犯罪 就是先点后面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有组织的犯罪 它的组织特性啊 行为特性啊 经济特性啊 等等啊 它事实上都是通过各罪去进行体现的 所以各罪呢 它是事实上是组织犯罪的一个突破点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心得啊 一点点这个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徐律师 那么徐律师从提高月券的效率这个角度呢 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经验 那么王律师 您从这个月券质量上 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呢 具体的建议啊 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谈了 总的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律师对于卷宗啊 月券呢 要用心 要用心 投入要舍得花时间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 走一个程序就完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诀窍 我觉得就是掌握这种几个步骤 一个是粗读 第二是经读 第三个就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 分为这么三个阶段来处理 我看到很多这个年轻律师啊 都习惯于大段的摘抄 摘录这个卷宗的文字 尤其是言辞部分啊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你现在有的软件就可以解决 直接可以把光盘上的这个PDF转换成过的 所以你月券的目的是为什么 你要搞清楚 月券的目的是为其他的辩护活动啊 做基础 你月券是要解决你这个案件的一些 疑难点 要发现案件的焦点问题 所以月券一定是要 反复的看去发现卷宗材料里 反映出案件材料 反映出案件本身存在的一些突破口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比如说有的案件 你研究之后 你发现这个案件是一个法律使用问题 有的案件呢 你看它的重点是刑讯逼供问题 那你要采取不同的办法了 刑讯逼供 那怎么解决 你当然要查阅这个相关的言辞 证据主要是口控 以及相关的提讯证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表格来进行对比 那么你也不要忽视 每一次虚文笔录的前半页 首页前半页 时间地点人物 这些的记录有没有矛盾 和不属实的地方 所以你带着问题去读呢 你就知道这个重点在哪 再比如说这个杀人案 杀人案这个 我也做过多起 现场勘察图片 这也是容易忽略的问题 现场勘察笔录 勘察的图片 你一定要看现场 这些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 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现场去跑一跑 我有时候去到现场 要去核实一下相关的这个现场证据 所以我觉得呢 月券呢 关键是要用心要投入 我们那个过去啊 这个 就是摘录案卷 抄不抄不就放在那里了 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要带着问题做 同时呢 我们也鼓励大家制作越来越好的一个月券笔录 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也仗着自己记号 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我很多东西都印在脑子里 到了法庭上谈到哪一部分 我都在头脑中及时的反应出来 及时的应对 那么现在你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 现在这个卷宗量是非常的大 这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孙律师做的是非常优秀 孙律师呢 在我们事务所啊做月券笔录啊 经常被大家制作一个范本啊 拿来这个参照使用 在外边呢 他也是受到了很多瞩目 月券笔录啊 被很多同行所这个赞叹 那么这方面的月券技巧 我想孙律师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王律师 王律师过奖了 其实啊 我在月券方面的经验呢 也是走了一段弯路 刚才呢 徐英律师呢 把他职业初期面对的一些困惑和问题 讲给大家 这些问题和困惑呀 我多多少少也接触过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呢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月券心得 特别是在制作月券笔录这个方面 一个呢 是我们如何来拆分起诉书 另一个呢 是我们制作一份月券笔录 他基本上要具备哪些要素 虽然我们不倡导 所有的笔录都按照一个模式来走 但是呢 有一些基本要素 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 大家在做月券笔录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的 那么呢 我下面呢 通过共享屏幕的方式呢 给大家呈现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事例啊 起诉书拆解的这个事例 那么 起诉书 他一般来讲呢 包含四个主要的内容 一个呢 是被告人的基本信息 一个呢 是经依法审查查明的事实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具于指控的相关证据 第四个呢 就是本院认为 但是呢 在具于指控的相关证据部分呀 经常是采用列举的方式 并没有完全的把证据的名称数量 记载清楚 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不放在对起诉书拆解的重点之中 我们着重拆解其他三个部分 以这个案件为例 我呢 是被告人程某的辩护人 那么我对这个起诉书的拆解呢 就是三个部分 被告人的基本信息 经依法审查查明的事实 和本院认为 这个案件呢 程某被指控犯诈骗罪 起诉书在指控的事实里边呢 一共有四起事实 可是啊 我注意到 这四起事实当中 只有两起事实和程某有关 因此我不用看卷 我就可以把其中的两起事实排除出去 就是第二起事实和第四起事实 把它排出去之后 卷宗里边和这两起事实相关的证据 显然就不再是我的阅卷重点 因此啊 我在拿到起诉书 还没有开展阅卷工作之前 我可能已经把自己的月券的负担呢 减少了一半 那么在减少一半之后呢 我们再看 还剩下两起事实和程某有关 对于这两起事实呢 我拿着起诉书去会见这个嫌疑人 我问他对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 那么两起事实中呢 程某表示 他对于第二起事实 也就是起诉书中所列的第三起事实 没有意义 那么对于当事人没有意义的事实 所对应的相关证据 显然也不是我阅卷工作中的重点 那么对于他有意义的事实 也就是第一起事实 程某提出了意义 他的意义点在哪呢 在我们这个图片 图示的右侧 他一共有三点 第一 他没有冒充军官的身份 第二 他没有向被害人承诺 给被害人办工程 第三 他没有收被害人的钱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已经排除掉了三起事实 就是这三起事实 刚才两起 现在的那个下面的那一起 我都不作为月券重点了 只剩这一起事实 可能在卷宗中只有25%的卷宗 才是我的月券重点 而在看这25%的卷宗的时候 我会从这三个角度切入 这样一下来 整个的月券的工作量 就得到了极大的瘦身 而且在月券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带着问题去月券 提高我们的月券效率 有针对性的发现 卷宗证据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做的 提出出拆解的一个示范